如果我是说如果啊 微单相机有翻转屏 屏幕足够大 屏幕上可以快速查询曝光和对焦信息 而且屏幕可以拆下来放到任意位置 那么你还会用监视器吗 各位好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很显然 如果相机自带的屏幕可以这么好用的话 那的确是不需要监视器了 现在我手上这台相机呢 是索尼的A7R3 大多数的微单相机的屏幕尺寸也就是这么大 它显示的效果在索尼微单当中呢 算是中上等水平 算上其他品牌的微单相机 这个显示的效果也只能算是中等水平 当然拍照用这块屏幕是OK的 但是拍视频的话呢 总会觉得这个屏幕不够方便 比如说屏幕的尺寸比较小 然后屏幕活动的范围呢 也比较有限一些 调用曝光和对焦的一些工具 并没有那么便捷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 我通常不太会用这块屏幕啊 一个比较小巧的监视器呢 显然更合适 我手上现在这个监视器呢 是来自于福威德的F5 Pro 那么这款监视器可以很好的解决 微单相机的这个拍摄视频的痛点 它有更大的屏幕 更灵活的安装方式 电源的方案也很多 你可以很方便的用它和其他的一些设备来连接 如果你需要对焦确认的工具和曝光工具呢 在这个里头也非常的丰富 这是福威德F5 Pro 那这个是我的iPhone XS Max 你可以对比一下它们之间的尺寸啊 监视器呢 上面有HDMI的一对输入和输出 这一组HDMI的接口呢 可以传输4K的画面 相机的顶上在安装这个监视器的时候 也可以利用这个HDMI输出接口 连接无线图传 把画面再传输出去 机身上还有两个DC电源口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一个USB Type-C的电源接口 一个耳机的说出接口 可以解决你使用的相机 没有耳机监听孔的问题 机身呢 还有多达4个1⁄4英寸的接口 分别在机身的顶部 底部和右侧以及背面 这样就可以安装很多的这个外设 还有安装方式也很多 说到拓展 这个监视器支架的侧面呢 还有一个冷靴的接口 可以在这安装像麦克风 或者是LED灯之类的外设 福威德F5 Pro 是触摸屏的操作 菜单也很方便 现在监视器有很多是触摸屏的操作了 当然这款监视器也有实体的按钮啊 那机身的顶部呢 有开机键 菜单上下 还有左右 两个自定义的键 F1和F2 点击菜单键 就可以进入相机的菜单设置 当然手指双机屏幕也能实现这样的操作 在屏幕的左侧上下滑动可以调节屏幕的背光 在右侧滑动呢 可以调节监视器监听的音量 这个操作的逻辑和我们在手机上看视频是差不多的 上下和左右的按键呢 可以移动选项 同样 这也可以通过触摸屏幕来操作 屏幕下方还可以呼出一组快捷菜单 用手指上滑就可以呼出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触摸操作的话呢 也可以关闭通过实体按键也可以实现全部的功能 这块屏幕呢是5.5英寸的 你可以看到它比相机上自带的屏幕大很多 但又不至于太大 因为太大的话单兵作战你就会觉得有些重 5.5寸的屏幕呢 可以很方便的确认这个对焦的准确与否 屏幕的可视角度也很好 显示的颜色比机身自带的颜色呢要准确一些 请停止抱怨相机自带的屏幕啊 直接用监视器上的这块屏幕就可以解决问题 屏幕亮度是监视器的重要指标 富威德F5 Pro的屏幕分辨率是1080P 而亮度是500尼特 这个亮度呢算是重规重矩 在室内使用的话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户外使用可能亮度不够 富威德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这个可以折叠拆卸的遮光罩 那它可以很方便的安装在这个监视器上 所以如果你需要在户外使用的话就需要使用这样的一个遮光罩 要么你就需要选择更高阶的监视器才能实现更高的亮度在户外使用 绝大多数的监视器和相机本体连接方式都是在这个位置通过云台或者是怪手臂 而富威德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一个这样的支架 那通过这个支架在调节监视器抚养的时候 不会影响到相机的一个重心 而监视器在翻转的时候 它的操作也很直观 很多时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需要选择一整套器材才能完成 比如说监视器无线图传灯光或者是麦克风等等 那么这么多器材每个器材都需要电源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换电池的问题 而且呢需要准备一大堆电池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富威德F5 Pro有三种供电方式 分别是电池DC电源接口和USB Type-C接口 电池和DC电源是双配 也就是说既有输入又有输出 那这点在监视器当中并不多见 电池供电的时候还可以有一个电池输出模块 而这个电池输出的接口呢很巧妙 在这里可以连接一个无线图传 比通过1%接口再接云台再接无线图传 要稳固很多 那此时DC接口呢也是可以工作的 我在这里呢给它连接一个假电池给相机供电 我还可以用USB Type-C接口给LED灯光 或者是麦克风供电 这样的话我就用一块电池给四个设备供电 DC电源接口也有输入和输出 使用DC接口作为电源供电形式呢 是影视器材的通用的方式之一啊 所以很多器材都支持 比如说无线图传 这个富威德F5 Pro除了DC电源的输入之外 还有一个输出接口 你可以用这个DC输出给无线图传供电啊 或者是接假电池给相机供电 那么这个时候啊电池输出模块也是可以输出电力的 你可以在这放一个无线图传 一样也是可以工作 当然这个时候USB Type-C的接口 也可以给其他的设备来供电 这两种供电方案大大的简化了电池或者是电源的需求量 那整个的供电方案呢也是超级简单 另外一种供电方式呢 就是使用USB Type-C接口来作为供电 那么这种形式呢是可以点亮这个监视器的 但是监视器上面的这个DC输出接口啊 还有这个电池输出都不能给其他设备供电 虽然监视器的这个屏幕尺寸要比相机自带的这个显示器啊 要大很多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还是不能通过眼睛直接看屏幕来判断曝光情况 弗雷德的F5 Pro里面呢 内置了直方图和斑马纹 这些都是很方便的工具 特别是在拍摄Log素材的时候呢 能够精准的确认曝光 拍摄曝光合适的素材 对于后期调色还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想判断画面当中各部分的曝光关系呢 尾色是更为有效的一个工具 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曝光情况 那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各个区域之间的曝光 哪些地方曝光不足 可以想办法来给这些地方补光就行了 使用相机拍摄视频经常会由于屏幕太小 或者是屏幕分辨率不够 很难精准的确认焦点 而5.5英寸的屏幕呢要比相机自身带的屏幕更容易确认焦点 另外你还可以放大这个画面进一步确认焦点是否精准合焦 由于每个人使用监视器的场景和使用习惯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用到监视器里面的工具也就不同 有几个工具我是蛮喜欢的 比如说屏幕翻转 作为自媒体人呢自拍取景的时候啊这个翻转画面的功能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还有使用变形镜头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款1.33倍的变形镜头 相机实际拍摄的画面左右的画幅是压缩的 而切换不同的屏幕比例的时候呢 就可以快速查看到最终拍摄的效果 直接在监视器上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宽萤幕的画面 就我个人而言一个5.5英寸的监视器 真的是微单相机在拍摄视频时候的好搭档 旁边拍摄的时候可以帮助我确认焦点 确认曝光 而且触摸的操作也非常的方便 多个器材之间搭配使用的时候 电源解决方案很赞 如果需要初阶拍摄 我觉得5.5英寸的监视器呢 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负担 而且它的遮光斗呢 也可以折叠 所以如果是自媒体人 或者是小团队拍摄视频的时候 如果想获得很好的机动性 一款5.5英寸的监视器是很好的搭配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 关于富威德F5 Pro监视器的上手体验 如果你也对视频的创作非常感兴趣 或者是想了解更多关于监视器的内容 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 求关注 求转发 求一键三连 我是赵军 这里是赵军日记 我们下期再见